- 欢迎来到Hello Maki的频道 - 欢迎来到Hello Maki的频道 -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做的是一个开箱影片 - 我们在嘉义识笔 - 它是台湾钢笔联盟的其中一间分点 -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里面买了什么 - Hello Maki -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盖章 - 它们识笔自己的印章喔 - 我觉得非常可爱识笔 - 它就是有这个猫山 - 英文名字它们翻译成mouton -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十笔文具店里面呢 旁边还有一个快乐餐厅吗 是他的妈妈开的 妈妈跟姐姐一起开的 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新鲜好吃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可以尝试看看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所有 我们在十笔买的东西 这里呢还有他自己画的感谢卡 非常可爱 而且这个墨水呢 是他们自己挑配的哦 是叫乌苏拉的紫色 非常非常可爱 我觉得这种芋头纸好可爱哦 好 其实去嘉义这一间店呢 完全是因为他们的 特别版的不完美笔记本 这是他们店里面的限定色 乌苏拉的这个颜色 今天我买到一本mini 跟一本应该是A6的size的乌苏拉 这个乌苏拉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其实他还有一个更深的颜色 我非常的想要买 可是因为都是看缘分嘛 然后当时我到店里面的时候 就只剩下这两个 我觉得很喜欢的 而且这一个因为他的产量非常的少 店长他其实规定 如果当天是有下雨 他才会摆出来卖的 那我非常的幸运 就是可以买得到这样 你看到吗 他是乌苏拉 这些都是八川纸 大家应该知道谁是乌苏拉吧 石笔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贴纸哦 我真的很喜欢在他们家买贴纸 我先跟大家介绍同样类型的好了 这三个呢 都是schedule sale 就是做计划的时候可以用的 他这个是一个 有人有表情的一个寿司饭团 然后这一个是动物系列 你可以看到有猴子 有小熊 有狐狸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合同 很可爱 然后你看这个猫咪 哦我要开始吃哦 这样的感觉很可爱 这是一个兔子 这个是兔子爷爷吧 他长得非常可爱 我觉得这种是很实用的贴纸啦 这一些贴纸 其实我之前都不太会用 一分之一工作室他们在他们的部落格上面有分享过 他们怎么样使用这一些贴纸 他们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等一下点开来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贴纸 它叫做当好一只鸡 它其实呢是一整张的贴纸 你需要自己把它剪出来 像上面这里啊 你也可以把它剪出来 就是当好一只鸡 这一格你也可以剪出来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汉堡 它是不是很可爱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可爱的点 下一个你可以看到 阿姨威欧的系列 被点店的店长烧死的一个系列 这三个呢 其实我在点店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 或者是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在识笔的时候看到就立刻买了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可以粘在墙壁上面的 比如说你看它可以粘在你的插座那边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其实我在点店的时候又买了一个大份的 那个也超可爱 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用的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写字的贴纸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花样 它的配色 所以我就买了 可以在这边写字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masking seal 比如说你写信给朋友 然后你就可以拿一张就把信封贴起来 超可爱的 这是I will的logo 有一个小钻石 下一个贴纸呢是这一张 它这个北极熊实在是太可爱了 今天要干嘛好呢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这里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山 这是冰山 这一张呢完全是被这个东西烧到 我觉得它的质感来说真的非常的棒 就是偏复古风的贴纸 我觉得是会很实用啦 比如说我拼贴给一些比较喜欢 恐怖系列的 或者是这种身体系列的朋友的话 我就可以使用这种贴纸 拼贴在那一些明信片上面给他们 下一个呢我买的是这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贴纸哦 这个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偏 英伦风吗 比较国外系列的 首先是它的配色很漂亮 然后它的涂样也非常的实用 它这种烫金的感觉烧到我 真的很好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接下来我买的是两个 刺绣烫贴 这个烫贴我觉得很可爱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 配色跟这个蘑菇的烫贴 应该是到处都卖完了吧 所以我立刻就拿了 月球的这个烫贴呢 我大概看了应该五次以上 每一次都不知道要不要买 因为它其实真的蛮大的单价稍微的高了一点 它是320 可是真的很漂亮 不只拿来烫 你拿来挂 也很漂亮 这两个都是极的烫贴 其实极的东西是蛮畅销的 它如果卖完了没有就没有了 觉得它很美 就先卖回来收藏 可以看得出它的那个 detail 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是喜欢宇宙系列的 你应该会很疯这个必收藏的一个烫贴 因为我很喜欢甜蜜生活的女孩 上一集有分享我去了爱智嘛对不对 可是我去爱智的时候 它其实有很多女孩都已经没了 然后这三个女孩呢 是我没有选到的 都是比较蹲着坐着的这种潇洒系列 她们的女孩真的很实用 万用的贴纸 所以买几个都没问题 下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夹子 这两个夹子都是我男朋友的 这个其实我已经有了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夹 而且它很大 你要拿来夹钱啊 夹在你的那个手帐里面都很实用 因为它够大嘛 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是一个Penhook 你可以呢把它挂在你的书本上面 你的笔可以就直接挂在这里 我们就选了一个黑色的 来搭配Giant橄榄绿的那一本TN 这个其实也是Giant买的 他非常的喜欢这个世界地图 这个世界地图印出来其实很漂亮 我们等下来试试看好了 他还买了这个印笔字的范本 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买这一格 我是打开才知道他有买 还不错哦 因为最近呢 这位先生他说他要练习写字 然后要开始学课印章 是要送我吗 所以呢他就买了很多这些字来练习 那如果大家他写完了 然后非常有心得的时候 我再拜托他跟大家分享他的席字心得好了 那下一个就是这一些 一支彩色笔 它这个彩色笔呢是比较粗的 我这里有一支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彩色笔 这个比较细的 这是比较粗版的 我会买是因为它是玫瑰金的颜色 我觉得很特别 他一支呢 单价比较高是五十六块 可是我觉得很实用 他是FavorCaster的Jumbo Grip 比较大的那一个彩色笔 觉得很精致 现在的学生真好 出的颜色笔都那么精致 最后的这两个呢 都是十笔的店长送的 这应该是因为我买到一定的金额 可以送我一个东西 这样我就选了这一个 只胶带 这是我自己选的花色啦 这个花色我是还没有 拼贴手帐应该蛮实用的 店长还送了我这一个 这应该是香港的Liho Paper的印章队 我觉得蛮好的耶 其实每次去使笔店长都人蛮好的 看我东西蛮很多 都会送我一些小礼物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使笔逛逛的 这个是刚才那个纸带的背面 店长还有印了这个 刚比给我好可爱哦 我们现在来盖盖看这两个章 我们先把它放棕色 哦很美耶 这是一个章 很漂亮耶 哦超美 这个 还蛮漂亮的 今天用的是这一个茶色的印台 像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再用笔 画一些图案 都很好看 可以拿来做一些图鉴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这里 大家知道台湾在哪里吗 那今天就是我的开箱影片啊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个赞哦 还没有订阅Hello Mackie的人 拜托要订阅我哦 按下旁边的那个小铃铛 你们才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那Mackie还有第二个频道叫做 Hello Mackie TV 也拜托大家订阅 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we're staying alive alive forever alive so hear me out telling you now we're gonna go all the way up